回到上海以后 变化大吗 一到上海厂里面上班以后 作为我家里 应该说就住在家里 那时候我家里还在玉园那里附近的 在上海市区的 那时候住房房间还可以 二十五六个平方 就住四五个人 那时候还可以 相对来说还可以 回来以后您是在做些什么工作呢 分配到厂里面去以后 这是厂里面安排的 分配在什么厂里面 玩具厂 我母亲的单位 他那时候正好不需要人 我在工业局 我们上面的工业局报到以后 他分配到我现在的那个厂 就是在洋镜的 是你母亲的那个玩具厂里吗 不是 我母亲是一个局下面的那其他的人 因为他们那个厂那时候不要 不需要人 就是我们工业局他统一分配 那时候我们现在的那个 我这个 您不是不是顶替你母亲的工作吗 是顶替啊 但是她的工作是什么呢 我母亲的工作 他们生产的品种不一样 他们厂里面不管 不要不需要人 那那这是我们就是工业局上面 他统一分配 嗯了解了解 那您回来以后 在那个厂里面工资是多少 就是40块 40块钱 因为我们这个厂不像那个市区的厂 我母亲是线 穿沙线线集齐单位 工资比一般的回来要少两块 回来以后 生活中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 那时候我回来以后 六九年的四月份 那时候我在 七九年的四月份 七九年的四月份 那时候 我在黑龙江的时候呢 我就是现在的那个 我们就是谈恋爱 谈三年了 嗯 那回来之后呢 我艾伦之前呢也是 他是苏州的 他是苏州当地插队的负担 后来也是大返程以后呢 他们就是上调了 他们也是往上调了 嗯 他们也是享受 那个什么 叫奉陪工作 他也是临场执亲是吧 他不是 因为我不愿意 我母亲 他也不愿意我承下你 在那个大厂里 您是回来以后再找了他 找到现在的记者 之前的三年 我们 我回来之前三年 跟他谈了恋爱 他在哪里 苏州 他在苏州 您在东北 那怎么谈 后来我们回来以后 80年就结婚了 您 他在苏州 您在 那时候我们谈恋爱 您是怎么认识的 你们两个是怎么认识的 那你有朋友来介绍你 哦 就写信是吧 对 哦 所以回来以后 您这段困难是什么 这段困难就是 夫妻两地生活 分居生活 哦 他在苏州工作 您在上海工作 那么说 对 我们80年结婚 一直到86年 我把我的爱人 丛树都调到上海 哦 那时候已是当厂长 可以有点小权利 哦 当厂长了 嗯 那还不错 嗯 呵呵呵呵呵 那 知情生活对你个人的影响 是什么呢 知情这么一段的历程应该这么说 其他 譬如插队也好 或者是农场也好 我始终这么认为 湘州 临厂的知情是所有知情当中里面最幸运的 为什么他有工资他有福利待遇 还有每年一次他临家 工资相对来说又比较高 所以我们这十年在大厦里 其实我们自己认为我们没有白去 我们也没有遗憾 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收获要怎么说呢 反正知情里面 你说真要收获没什么好收获的 就这么什么样知情生活就这么过来 能够有所收获的 也就是我在那边当了干部 拿录了糖回来的 所以我到场里面去 反正知情里面经常顶替的 能有像我这个作为党员的 不多 也不是没有 不多 这十年应该是你要说从大道地来说 这十年其实是给我们知情的十年 应该是给我们锻炼的那个十年 毕竟你也把最好的那个年华 都给了那个大厦里 这是十年我们也没偷懒 我们也对得起自己 对得起大厦里 这是我们好多知情都这么想的 特别是你像每年东运生产 这么苦这么累 还那么艰苦 吃的是那个人 那个馒头带着去的馒头什么的 那真的是很艰苦的 回城以后你有再回之前的林场去看过吗 就是18年我去了一次 这一次又回到了我们的第二个乡 那边的以前的老领导 老功能老师傅 很多都已经走了 但是还有不少留在那边的 他们他们一看到我们去了 相当相当的客气 我们在 塔河我们在那边住了 七天 后来实在不好意思 再整下去 我们都没办法走了 天天就是这样的 不是他请客 不是你请客 整个我们半个月的那个什么 不要你掏东西 我们回报的机会都没有 他不那么会回报 他们你们好不容易 又回到我们以前的那个 那个第二个乡下来 那你们才掏钱 那边的变化大吗 变化很大 最大变化是什么 最大变化就是不能采发 以一样林为主 六十年不能采发 当地的住房环境有变化吗 当地住房环境 那变化也很大的 原先我们的林场是个大林场 现在 我们林场现在 一个是不能采发了 所谓的那个什么 都进博华一样 什么大拉斯贝 突拉机的 全都是封存起来 那么林场不能 不能生产的 全林场的住家 全都搬到那个什么 塔河县城里面 搬到县城里面去了 现在我们林场 那个修复林场 我们上次去了 他们给我们介绍 全林场的不超过五十个人 当时我们要一千多人 现在就是 还留在当地的 还不超过五十人是吧 不超过五十人 我们全林场 不超过五十个人 全都搬到塔河县了 这时候也退休了很多很多 那您现在跟您这些 当时的这些 知情战友还有联系吗 从自从回来之后的十几年里面 基本上没有联系 除非特别友好的几个 始终没有断过 这个方面的联系来往 但是后 就是近十几年来以后 由于大家也 基本上退休了退休 复乡之间的那个时候 叫什么往来 那开始多起来了 有小范围的 十几个人 二十几个人 那么还有大范围的 就是那什么 组织 那个什么 纪念活动 最早是实行起来的 是温州之行 他们三十五周年 他们每年都有联会 但我们上海的情况不一样 我一共组织了两次 三次其实都是我组织的 第一次就是温州的三十五周年 我们去了 我们参加了 看到他们这样的情况很好嘛 回来以后 我也组织了 嗯 组织了就是三十七周年 这些照片 三十七周年之后 照片没有 嗯 是一共是花了 整了那个 两百多人 就是 基本上全都上海之情 那时候温州之情 他们要来 被我们的内席 还有其他几个人 不接待 这很不好的 嗯 嗯 这很不好的 嗯 从这以后 我们每年 这个风大的 嗯 比较的 四十五周年 五十周年 嗯 那么新上海 因为我们 呃 临场之情呢 有那个新上海 老上海 嗯 为什么 有这么区别呢 我们老上海 是比较 六九年去的 他们是七年去的 嗯 那么 胡锡行当中里面 哦 他们就有新上海 那么有新上海支撑了 那才有我们老上海的那个称呼了 嗯 那么他们虽然比我们晚去两年 他们几年前呢 应该说是三年了吧 四年了 搞了一次那个四十五周年 嗯 这个照片我们有的 嗯 再会拍一下 那么去年的五 呃 11月18号 搞了一次五十周年 搞了一次五十周年 嗯 就是那个 那时候我们要邀请 那个温州战友 邀请那个黄言战友 嗯 嗯 他们他们过来 嗯 就在上海这边主办 嗯 主办 主办 那是一共是要两百五十 五十五十多 嗯 那么在这个之前呢 我们三低的自清啊 比如温州自清 上海自清 还有包括那个黄言自清 三低自清的头头 就是能够组织起来的 有能 号叉能力的 嗯 服装协商 现在再说都有那个群了 对吧 也组织过两次 嗯 都是异地 相聚 嗯 一次是在那个浙江的什么地方 第二次是也是浙江的新昌 嗯 那人数都是一百多人 嗯 三低自清加起来一百多人 一百多人 嗯 还有些人没去的吧 没去的人 毕竟还是多数 嗯 没去的是多数 嗯 肯定的 因为我们前令上 包括大清的 嗯 我们始终是认为是一起的 不管他们叫大清那么多年 我们始终在一起的 大海的这些自清 你们这个聚会的次数频率多吗 多啊 这就是我们一个群族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组织 嗯 他就是呢 直他一开始在五年五六年前就开始有这么一个举动 嗯 利用我们这些那个什么自清啊 生日 嗯 也就是说每个月都要举办一次 嗯 一年当中里面 所以这些啊 你上一月份的 他上一份的 每个月反正都有 几乎每个月 每个月都有人过生日 这样已经连续到 已经连续了五六年了 哦 我还是比较晚参加的 嗯 他们比他们要晚参加两年 至少两年 嗯 但这三四年以来 我是没有 基本上没有断过 嗯 您刚刚 也说了 你也比较积极 呃 组织这些活动 您对知心战友所做的爱和奉献是什么呢 必说能及啊 嗯 比如说我们 呃 四十五周年 包括我们去年的五十周年 嗯 嗯 我们作为筹备会的 每个人 那个什么 卷出了一千块 嗯 两次都是那样 嗯 那么 知情里面 还有 呃 比较有能力的 嗯 经济能力的 它是个能赞助 嗯 像我们去年的五十周年 其中有一个新上一知情 嗯 它个人就赞助的那个两万两万两万块 两万块 还有我刚才那个还有就是机尾的 它把这张照片呢 所有的费用 加起来应该是要 也要几千块 嗯 七八千块钱吧 嗯 它包了 它包了 嗯 因为一张照片要 每人一张 嗯 一张照片要二十块钱 你们知情当中 有生活比较特别困难的吗 应该说 有的 据我所了解的 就是 我们老知情里面 老夫妻 呃 夫妻两个人都是老知情 嗯 他们比较困难 嗯 困难在哪里呢 一个是 他们是很晚回来的 退休 也在我们临场 比如看我们以前在临场的时候好像工资高啊 好像比较风光 但是现在的这个临场呢 待遇啊 很低的 嗯 真的很低的 千块钱左右 哦 直到现在为止 您怎么评价那个时代呢 因为知情上上下下运动呢 它是一个文革的产物 可以说是一个文革的产物 嗯 我始终认为我们这一代粮食生不逢死 嗯 但是你既然已经 踏进这个洪流了 嗯 上上下下乡 那个那个知情运动 而且把最好的那个年段 年龄段 嗯 都放在那个知情运动上 嗯 这十年当中里面 我们对它没有什么 呃 比如说什么特多的感想 嗯 总认为是 嗯 那个上上下乡 究竟是对还是错 或者这里面又有一个 这个历史的那个 这个解说啊 嗯 要让后能来解 嗯 不是我们这一代人之一 嗯 圣灵其境的在里面的这个十年 你可以对它评论 嗯 是不是啊 是 因为毕竟里面 这是一个 你说 毛主席他把这个知情运动 搞起来 他毕竟是在当时那个特定的情况下 嗯 所以我我对整个知情上上下乡 这个运动啊 我是没有什么特别多的评论 嗯 一句话 他有一点好处就是什么呢 就把城市的文明 带到全国各地的农村山区 边疆 把那些落后的那个地区啊 他那个文明程度多少次带起来